在6月9日,美国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宣称,美国即将与沙特签订一个安全协议,这项协议以美日安保条约为蓝本,核心内容包括美国承诺,在沙特遭受外来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。 作为交换,美国将有权进入沙特领土和领空,协议还将明确禁止中国在沙特境内建立军事基地,或与沙特进行任何形式的安全合作。 美国和沙特之间,正在商讨保护美国利益及其在该地区的伙伴。 一、深层背景。 美沙正在探讨的这个条约,有两个特殊背景。 第一是1974年,美国与沙特之间签署的,非正式达成不可动摇的协议。 美国和沙特达成的协议,确立了美元在欧佩克国家,出口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中的垄断地位。 石油美元体系形成,长期以来构成了石油美元的基础,成为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。 作为交换,美国付出了什么? 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军事武器,同时保障沙特阿拉伯国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,尤其是不受以色列侵犯。 这个协议的基本逻辑是,美国通过自己扶植的以色列威胁中东各国,胁迫沙特签下了城下之盟。 美国和沙特的上述协议有效期50年,将于今年到期,需要重新商谈续约。 如果沙特不再续约,意味着未来欧佩克各国,会接受多种货币进行石油贸易,石油美元体系瓦解,自势体大。 事关美国生死存亡,由不得拜登政府半点疏忽。 第二是如果美国和沙特达成新的安全协议,这将是1960年美日修订美日安保条约以来,美国首次缔结具有法律效率的共同防御条约,也是美国首次与一个非西方阵营的国家,缔结此类协议。 二、形势比人强。 2018年10月2日,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专栏评论员卡舒吉,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后失踪,之后正式遇害。 2020年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,承诺上任后将马沙特侍卫被放逐者,以回应卡舒吉遭杀害事件。 沙特王储萨勒曼一直嘲笑拜登的各种事态行为,瞧不起拜登的思维能力,两国关系一度十分糟糕,如果美沙两国跨越障碍达成新的协议,可以认为双方都是捏着鼻子,强忍着心中的厌恶勉强搭火,只能说形势逼人。 拜登除了拉拢沙特,也没得选了,美国智库和媒体对美沙推进中的协议充满期待,认为这项协议标志着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重大胜利,可能重新定义中东地区的联盟结构,有助于遏制东方大国在中东的强势,防止美国盟友体系瓦解。 三,防御目标,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沙特在此时签署安保条约,也就是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,无异于暴星救火,是在原本混乱的中东局势上火上浇油,既然说共同防御,自然就有防御对象,那么美国和沙俄要在中东要防御谁呢? 1948年以来,阿拉伯人的共同对手就是以色列,然而以色列立国的靠山就是美国,如今犹太人已经控制了美国,美国不可能拉着沙特共同防御以色列,既然如此,美国和沙特共同防御的对象只剩下一个目标,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什叶派国家,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根深蒂固,沙特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的领导者,伊朗是伊斯兰教的什叶派领导者, 沙特是阿拉伯人,伊朗是波斯人,这两个国家对立了一千多年,从来不可能轻如一家,美国也不可能允许中东实现和解,美国控制中东局势的两大抓手,一是巴以冲突,二是伊斯兰世界两大派别的对立,沙特是欧佩克主导国家,也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大当家,伊朗是什叶派主要国家,但是只有三四个什叶派国家, 长期以来,美国扶持沙特压制伊朗,伊朗一直屹立不倒,关键是因为背靠大国,2023年3月10日,中国、沙特和伊朗三方代表,在北京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,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,内容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等, 中国为推动伊斯兰世界两大派别和解,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,伊朗沙特重新建教,绝大部分国家都表示欢迎, 3月11日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,对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表示欢迎,并感谢中国促成对话,欧盟发表声明,欢迎沙特和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,并期待其执行, 欧盟表示,由于沙特和伊朗都是中东安全的核心,恢复双边关系有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, 今日俄罗斯网站评论称,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,阿拉伯世界普遍表示欢迎,沙特重要盟友埃及表态积极, 维尔持消极态度的国家是美国和以色列,以色列总理表示,伊朗沙特的和解,对伊朗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, 但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事态发展,美国媒体略带酸逸的宣称,这不会让华盛顿特别高兴,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在报道中,援引一名美国前外交官的话声称, 沙伊两国达成复交协议,相当于对拜登述中止,并将该言论放到了报道大标题上, 此举表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增加,而美国在减弱,这一协议相当于给了拜登一记耳光,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,沙特和伊朗同意复交的协议, 意味着中国在美国长期主导的地缘政治地区,取得的外交胜利, 标志着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大幅提升,这努力是北京方面, 第一次如此直接参与到中东政治对抗中,美国媒体采访拜登, 问关于伊朗和沙特建交有什么看法,拜登再次展现了老糊涂的特点, 直接达菲索问回答说,以色列和沙特恢复关系是好事, 在三方联合声明之后,伊朗发布的声明重点强调, 希望伊朗和沙特的和平不被外界势力武力干预, 伊朗的声明其实就是暗制美国,是破坏中东和平的黑手, 四,美国落了下沉,美国为了和中国争夺在中东的影响力, 所以逢中必反,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和解, 推动伊斯兰世界实现内部和平,美国就反其道而行之, 继续推动沙特和伊朗对立,撕裂伊斯兰世界,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的两国方案, 美国为了支持以色列,保持在中东的霸主地位, 就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两国方案, 中国为中东带去了和平的曙光, 美国就要把和平的曙光重新关进黑匣子, 包括沙特和伊朗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内, 没有任何一个能够主导中东地区的事务, 才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最有利的局面, 中国在中东没有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, 所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才批评以色列, 拿中国当对手是选错了对象, 中国不仅和伊朗等什叶派国家友好往来, 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, 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友好合作, 阿拉伯主要国家都与中国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, 美国在中东选择中国为对手, 显然也是选错了对象, 因为美国给中东带去战争, 中国给中东带去和平和发展, 对比鲜明高下历险, 人心向背不言而喻, 希望沙特能够清醒地看到世界局势的变化, 全球南方正在崛起, 金砖国家正在壮大, 东方文明正在复兴, 伊斯兰世界也该振作起来了, 如果沙特能够摆脱美国的绑架, 团结广大伊斯兰国家, 推动国家经济转型, 发展工业化和智能技术, 伊斯兰世界非常有希望, 成为世界重要的一级, 多极化的世界, 离不开伊斯兰国家。